不太容易通过相关的表决 去推翻某几个关键州的结果 在众议院这边就比较难通过 但是在参议院那边 就是有这种可能 因为参议院毕竟共和党占多数 而且如果1月5号的时候 乔治亚州的两个复选的席位 也由共和党胜出 那么参议院呢 他共和党就更加的占多数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说 是有可能通过相关的表决的 众议院呢就比较难了 那现在呢 我们都了解到了 就是说 如果说有议员提出异议的话 那么国会是可以讨论的 是可以进行表决 谈论的 但是你想通过表决的话 是比较难 那假如说表决通过了 怎么办 那假如说表决通过 两院都通过了 OK 对这几个关键州 我推翻了结果 而且一推翻结果之后呢 拜登的票就不够270票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讲的 国会就要进行全面选举了 就由国会来选总统 众议院选总统 参议院选副总统 那就变成这样的 但前提是必须是 相关的表决通过之后才行 那刚才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安全港的概念 然后呢 就是 在1月20号之前 这几个关键日期都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说 国会的全面选举 他要触发这个全面选举的条件 是什么 刚才呢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现在呢 我想就是说 跟大家就是 再简单介绍一下 最近大家热议的 这个中共的智囊团队的成员 他叫 迪东升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呢 可能面错了他的姓氏 其实呢 这些姓氏啊 我们通时一般都知道 他他念这个宅啊 宅东升 但是呢 我后来又查了一下 他他这个人呢 他这个姓 他念迪 迪东升 所以呢 跟大家道歉啊 这些迪东升呢 他的演说出来之后 是11月28号的演说 在中国大陆传 后来呢 传到了海外 传到海外之后呢 就有这个网友啊 或者说有自媒体人 他就把它 翻译成了英文啊 昨天呢 这个川普总统 还有鲍威尔律师 都转发了英文版的 这个迪东升的视频 那我现在给大家展示呢 是自媒体人增争 他的翻译啊 他的这个翻译呢 就得到了 川普总统的转载 那么今天呢 因为大家很多都看到了 这个他的视频啊 相关的讨论也很多了 那今天呢 我就不跟大家 大家多说太多 这个他演说的内容 就讲一下 他其中提到了 一个华尔街的老太太 他到底是谁 其实呢 到现在 这个谜底还没解开 但是呢 有的推特网友 挖出了一些可能的人选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现在呢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这个华尔街老太太 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一下 迪东升的 他原版的演说 我从这个 4分32秒的时候 开始给大家放啊 看看他讲的 这段故事中 提到的这个 华尔街老太太 她参与了什么事 教大家这么关注 我现在呢 给大家放一下 这段视频 各个系统都要在美国 帮他们暖场 是不是 那么 咱们的 党的某个系统 他在美国 帮他暖场 这段视频 舆论 舆论的话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 谈自国理政那本书的新书 英文版 第一版新书 他在帮他们暖场 他们发现说 狄东升 你这家伙比较擅长 要忽悠了 我重新给大家放一下 对不起 刚才声音有点乱 这么讲的 2015年 这个上上次习总书记 访问美国之前呢 我们知道各个系统 都要在美国帮他们暖场 是不是 那么 咱们的 党的某个系统 他在美国 帮他暖场的方式呢 就是 舆论 舆论的话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 谈自国理政那本书的 新书 英文版 第一版新书发布会 放在美国 在他去之前 先搞一个新书发布会 帮他造势 那么由谁来做呢 就跟今天一样 他们发现 说 狄东升 你这家伙比较擅长 要忽悠老外 是不是 因为他们看过我怎么忽悠老外的 是吧 现场效果非常不错 你来主持兼嘉宾 所以那次跟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很相似 我既是主持又是嘉宾 地点呢 领导地下来了 说这个谁谁谁 你们下周 下周礼拜四 下午三点半 去那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女神 整个书店 在那个华盛顿 肯尼迪克大街 两千多万 去那边 专业书店 去那边办一个新书发布会 然后我们就一线赶紧去沟通啊 但是到这个东西方 工作方式不一样 你临时抱货脚 让我去沟通这个地点 时间 是吧 很麻烦的 结果那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接待不了 接待不了 后来我就问了 我说你 你告诉我 哪位作者把这个场次定下来了 啥意思啊 天下没有美元搞不定的事情 是吧 如果一大美元搞不定 是吧 那我就 哎 两大 这个 当然这是我的工作方式了 结果 那么 结果呢 这个书店老板很傲娇 说抱歉 我不会告诉你 哪个作者 已经把这个 这个时间段给定下来 我们是有原则 跟我非常傲娇 跟我很装 后来打听才知道 这哥们啊 以前是民主党人 实际上是民主党人 以前做过去亚洲的记者 对我党 非常有看法 所以故意的不配合 后来我以为这事得黄啊 至少得换时间换地点 是吧 结果 哎 我们把矛盾上交嘛 让领导去解决吧 是吧 反正我 我是客串的帮忙的是吧 结果到了礼拜四早上 哎 咱们这个 那个部的一位副部级领导啊 也是那天的 真正的kino speaker 是吧 他给我打电话 说小姐啊 咱们按我方原计划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地点 继续照办 吃完午饭我就赶去 结果领导到了比我还早 给我介绍啊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 按照我方原计划 得以顺利执行 就是因为 这个 我们今天这位工程 顺他介绍 一位大鼻子老太太 是吧 一看就犹太人 这个老太太给我递名片 我叫某某某啊 我这名字不卖了 我叫某某某 请多关照 注意啊 一口流利的金片 北京话 然后我很惊讶 我说 哎呀 您这个中文讲的比我还棒啊 我永远改不掉我的江苏口音 您这个一点口音都没有啊 是吧 老太听我夸他口音好 啊 得意了 我告诉你啊 我不但会讲中文 我还有中国国籍 大家知道吧 你有外国国籍吗 你如果有外国国籍 你不可能有中国国籍吧 是不是 他这样的老太太 是不可能为了中国国籍 放弃美国和以色列双中国籍的 是这个意思吧 哎 啊 我一下明白了 这是我们中国名老朋友了 是不是 啊 然后这时候 这个 然后下边还有一句话啊 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够 我不但有中国国籍 我还有北京市户口 啊 茶安间边上 东城区游套四合院啊 等你回了北京过来喝茶 是吧 这个这一年你在这有啥事 记得找我 意思吗 这家我照得住啊 然后我这时候看见 那个前边很傲娇的 那个苏店老板满脸黑险 安排员工排桌子排一只 很不情愿 被人强忍着干这事 接着诈 是吧 我说您怎么搞定她的 是吧 我们前面沟通沟通不下来啊 这个很傲娇啊 老太太皎洁一笑 我跟她讲道理 大家知道这话来路吧 美国著名黑手榜电影 《教父里面的经典台词》 把人家码头给砍了 是吧 是人家被窝里边啊 当然老太太不是 不是这个黑手榜 老太太身份是什么 她为什么在中国住了三十年 为什么讲不过流离今天呢 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全球华尔街某著名金融机构 顶级金融机构的 亚洲区的主裁 当然再说下去 可能政治不正确 我就给大家放到这里啊 刚才呢给大家放这段视频 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美国 中国三重国籍 再一个呢 她是华尔街的一个顶尖金融机构的 亚洲区的总裁 这第二点啊 那么还有一点啊 她就住北京 她在北京的市里边呢 还有她的一个四合院 而且呢 她讲了一个非常流利的北京话 这个呢 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点 那么呢 网友呢 就根据这个信息点就找啊 因为大家都很感兴趣 那能够这个配合中共啊 在华府护风唤雨的这样的 华尔街人士 还是个犹太人老太太 大鼻子 那能是谁呢 所以现在就是根据这些信息啊 网友们就在搜索 那么有一个人呢 被锁定了 是这个 她的名字呢 叫这个 Williams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把那相应的给大家 那个网页给大家放出来 我们看一下她的简介啊 她叫 Lillian Williams 她呢 是在 上海的 原来的上海法族界出生的一个 俄罗斯裔的一个犹太人 那么她呢 在中国大陆生活过很久 经历了抗战 也经历了这个 中共啊 这个 打击国民党的时候 在国内夺权的那个战争 中共宣传叫国共内战 我不喜欢叫国共内战 其实呢 就是中共的夺权战争 她也经历过了 那直到49年的时候 她都没办法离开中国 因为那会儿呢 这个 中共掌权之后 她对你谁出国是有配额的 所以她离不开 所以她只能是在 之后的几年 她才成功的离开了中国大陆 后来她去哪了呢 她去了 美国波士顿 在波士顿读了 这个一个学位 然后呢又在美国教书 但是呢我们通篇呢 看不到啊 她呢就是说 在北京生活的迹象 不知道是被隐去了呢 还是说不是这个人 因为现在呢 很多网友说 就是这个老太太 Lillian Williams 但是我们看不到 她有在北京生活的迹象 也没有看到啊 她跟这个 华尔街有什么的 有什么联系 那她本人呢 是为美国政府的 一个慈善部门工作过 退休之后呢 她是在各地的游艇啊 在游艇里边举办讲座 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 也都举办过一些讲座 讲一些她的这个 有关中国的事啊 或者讲一些 法国 法国历史上的事 因为她对法国方面的东西 做过很多的研究 就这个Lillian Williams 那么我们刚才知道啊 迪东升啊 她提到的这个人啊 她提到的这个 我看一下啊 她提到的 华尔街老太太 她具备三个要素嘛 一个呢 她会想北京话 还在北京住过 再一个呢 她是这个 华尔街啊 在亚洲区的 一个高级总裁 那这个老太太呢 她 就是说并不具备 以上这些因素 而且呢 另外一点 就是她有三个国籍嘛 那这个老太太并没有看出 她就是在这个国籍上啊 跟以色列 或者是跟这个 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 因为她是 俄罗斯裔的一个犹太人 那她应该也有俄罗斯的 如果说有国籍的话 可能更应该是有俄罗斯的国籍 所以现在呢 就是有存在这么些的疑点 但是呢 网友们呢 对这个讨论也挺热闹的啊 他们呢 有的人呢 就把这个老太太挖出来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有 有这个网友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这个画面 这位叫 Bill Byrne的 推特网友 他就是 转转载了 转载了Charity 转推了Charity的一个推文 也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啊 她呢 就是 迪东生 说她就是迪东生 在视频里讲到的这个人 他在推文里说呢 所以迪东生炫耀的时候呢 暴露了这个白人老太太啊 说这个老太太呢 有这个中国美国以色列三成国籍 会讲中文 精骗子 北京有豪华四合院 但是呢 就是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围绕这个 Lilien Williams 我们还查不到相关的信息 就是说 它有华尔街背景 或者是有北京 生活的相关经历 那这些呢 我们都留待之后 再慢慢的去挖 行 那今天的直播呢 基本就是这些内容 跟大家 去分享了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直播呢 是从12点50开始的 到现在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谢谢 谢谢大家的关注 大家就是说 我们呢 吃完了 utan 政策 约 我的 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判驚奇 我是大宇 11月7日週一 美國一些媒體關注到一則來自太平洋上的消息 11月30日晚間 正在夏威夷西北約1840英里處航行的一艘集裝箱貨輪 因遭遇狂風大浪的襲擊發生嚴重的搖擺 導致超過1900個集裝箱掉入海中 其中至少64個含有危險品 包含濃縮果汁 煙花或者肥料 好在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員的傷亡報告 但同樣危險的是 如果集裝箱漂浮在水面上 會划傷過往大型船隻的船體 如果是小型的船隻 甚至會造成致命事故 有時從集裝箱裡衝出來的物品可以漂浮很久 1992年的時候就有一個集裝箱裡的28000隻蕉皮小黃鴨 散落在太平洋海裡面 那麼多年來他們一直還在海面上漂來漂去 最遠的甚至漂到了蘇格蘭地區 這艘事故中的輪船名為One Apes 那麼One是公司Ocean Network Express的縮寫 大義為海洋網點快遞 那這家公司網站的內容主要由簡體中文和英文表述 上面顯示其控股公司在日本 全球總部在新加坡 2017年One Apes貨輪掉頭開向了日本的神戶港去評估損失 預計12月8號抵達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 僅計算丟失大海的集裝箱 事故的保險賬單就已經高達5000萬美元 是2013年三井號商船沉沒以後 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集裝箱丟失事故 另外由於One Apes改變形成史向日本 將使得輪船上原本要交付美國市場的貨物 最少延誤兩到三週 前提還得是相關的貨物沒有掉入大洋 福克斯新聞報導了這起事故 在福克斯的報導下面 美國網友們留言 想像力是非常豐富 因為現在美國選舉打假正熱 也許現在要是有假票通過美國海關 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美國網友Am Stinn說 這些集裝箱中一定是滿載拜登遲到的假票 另一位網友Dun Watching MSM提到 中國應該把印的拜登多餘的假票 通過飛機運到美國還能快點 網友Chess打趣說 沒了集裝箱裡的假票 民主黨人沒辦法停止計票了 還有網友Bennis5149留言寫道 我在猜想 到底有多少拜登與賀錦麗的票 在這次事故中丟失了 當然這都是美國網友的留言討論 現在還沒有任何媒體報導 將這次霍倫事故與美國大選聯繫起來 但是中共確實是印了有關美國大選的假票 美國媒體GateVPundit在12月5號報導 最近在網上流傳的 兩名男子用漢語普通話對話 談論有關印刷美國假選票交易的視頻 實際上是由一名中共紅三代伊啟威提供的 伊啟威11月9號發推文說 中國廣東的印刷廠在幫助印假選票 這些假票在今年8月到10月間 以醫療用品的名義 郵寄到與美國相鄰的加拿大和墨西哥 隨後流入美國 伊啟威也透露 他得到的這段視頻是一名有良知的人 通過釣魚來揭露中共對美國大選的干涉 他還表示 今年美國多個地方 查獲來自中國的假美國駕照還有證件 其實都與本次選票造假有關 美國之音報導說 截至8月10號 那麼美國執法部門 已經接獲了相關假身份證件超過5萬4千張 伊啟威誓言自己堅信 本次選舉 看他們已經證實了外國干預大選的情況 而本次美國大選投票 近73%的美國人 在11月3號之前就投完票了 大部分是通過郵寄選票投票 那麼拉特克利夫隨口舉了一些例子 比如郵局司機從紐約州向賓州 運輸了超過20萬張可疑的選票 幾萬張郵寄選票被發現不存在任何折痕 一些地方收到的郵寄選票要多於寄出的選票 這些事件不是個案 而是遍布全美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說 在正式宣布大選贏家之前 大選舞弊的問題必須得到解決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可以說是美國情報界的總負責人 負責協調全部16個主要的情報機構 我在查閱相關材料的時候也發現 所有全部16個情報機構全都有其母機構 例如國防情報局隸屬於國防部 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辦公室隸屬於財政部 但是唯獨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的母機構 它是一家完全獨立的情報機構 那麼本次大選舞弊就有多個消息說 中情局這個獨立王國也參與其中 以上這些信息主要是介紹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的 全責覆蓋範圍 雖說是負責這麼多的情報機構 但其主要職能是協調管理各情報部門的 預算還有撥款 不是事無巨細都可以插手的 因此呢 中情局才有可能在舞弊中扮演角色 此外呢 拉特克里夫最近還在 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專欄文章 指出中共是美國自二戰以來的最大威脅 大家知道 二戰之後還有冷戰中 美國跟前蘇聯的對峙 但是拉特克里夫說 中共是二戰以來最大威脅 也就是他把中共對美國的威脅 看得比當年的前蘇聯還要嚴重 我們上週節目的報導中提到 中共智庫專家翟東升 在10月28號的一次公開演講中 提到中共與拜登等美國建制派 惺惺相惜的真相 並且暗示中共幫助拜登家庭 在全球多個地方建立基金 期盼拜登家庭可以給中共回報 那麼海外自媒體人曾征 將翟東升的講話翻譯成英文字幕 在推特上翻譯後的部分影片 得到了鮑威爾律師的轉載 當中啊 翟東升說 華爾街及美國政治建制派 試圖在貿易戰中幫中共說話 但是沒有說 國家情報總監 如果按照政令執行相關的評估 也很可能包括美國國內的那些叛國者 鮑威爾律師12月4號 對美國媒體Newsmax說 今年的大選舞弊 是一場高度協調的 資金雄厚的集體行動 川普總統12月7號 回應記者的溫化時提到 接下來幾天 可能會有很多大事發生 川普律師團隊的高級法律助理 Jane Ellis 也於12月6號發推文說 這一週 就說是本週 是匡扶大選正義的關鍵一週 並呼籲人們打電話給各自所在州的議員 敦促他們行動起來反擊舞弊 川普在12月5號晚的喬治亞演說中提到 我們一定會有所行動 而且會很快行動 希望議員和最高法院挺身而出 拯救美國 那州議員和法院系統 是川普團隊反擊大選舞弊的兩條戰線 法院系統的這條戰線 川普團隊是希望能把官司 帶到保守派法官居多的最高法院 從而以最高法院的判決推翻爭議州 違憲的選舉結果 最終在國會全變選舉中取勝 而州議會這條戰線 可以回收任命各州選舉人團的權利 關鍵州的共和黨人 可以通過這個辦法 任命倾向於川普的選舉人 逆轉大選結果 但在各州掌權的叛國勢力 目前正極力推動對大選結果的確認 認為這樣做對拜登有利 比如在喬治亞州 第二次重新計票也結束了 在至少170萬票沒有得到有限 美國的一個憲政專家團隊 援演對美國憲法的解讀說 憲法沒有規定哪一天選舉人必須產生 憲法中提到的唯一日期是 1月20號總統的就職日 也就是說選舉人只要在不晚於 1月20號的時候投票 正式確認大選贏家就不晚 並舉出先例說 2000年共和黨的小布什 還有民主黨的戈爾 在有關佛州的選舉爭議中 也有最高法院的介入 當時最高法院在一份通報中也說 儘管聯邦法律規定 12月8號和14號 是推進選舉人團投票的兩個關鍵日期 但是憲法卻沒有這樣說 也就是說 在大選還有爭議的情況下 推遲選舉人認證是完全合憲的做法 川普法律團隊的朱利安尼表示 希望亞利桑那 喬治亞 還有密歇根州的立法機構 可以最終決定自己的選舉人 在選舉人團投票 朱利安尼本人12月6號 傳出確診中共病毒 被送進醫院觀察治療 但是川普總統說 12月7號早上 她跟朱利安尼通話 說朱利安尼身體狀況良好 也沒有發燒 川普支持者都希望 朱利安尼可以盡快返回法律戰場 跟川普繼續並肩作戰 現在 川普團隊 反擊大選舞弊的努力 又傳出很多好消息 例如 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 將賓州郵寄福布斯雜誌12月4號報導 在11月5號上午 也就是大選投票結束後的第二天 FBI人員襲擊了當地的一棟兩層的樓房 繳獲了8塊硬盤 三台電腦還有一袋U盤 因為FBI懷疑 住在這裡的IT專家克爾溫 涉嫌在大選期間發起網絡攻擊 並盜取選民數據 在喬治亞州的維爾縣 當地的Dominion投票機被發現 在輸入同等數量的川普和拜登選票之後 輸出的結果卻是 川普只剩下原本的87% 拜登則上升到113% 按這個比率 每篡改100張選票一減一加 拜登就比川普要多出26張 而維爾縣是喬治亞州面積最大的縣 在密歇根州的安特里姆縣 川普團隊獲得該州法官同意 可以對當地的22台投票機進行檢驗 那麼12月6號週日 川普團隊已經進行了證據蒐集工作 預計兩天內可以有結果 我們剛剛提到了 川普團隊反擊舞弊的兩條戰線 實際上 川普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最近常常談到的 基於2018年9月的制裁外國干預大選的行政令 啟動戒嚴 結束個人保護法 設立軍事法庭 直接打擊可以配合外國破壞美國大選的人